4月19日傍晚,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落馬被查,消息震動海內外, 隨後傳出消息稱有央視女主播被帶走,並點名董卿及李詩詩,相關消息不斷發酵。 4月24日,大陸封面新聞報導稱,聯繫到董卿的一位好友,稱董卿之前在上海照顧母親, 已於幾日前從上海回到北京央視開始工作,指董卿目前一切都安好。 4月26日,某知名大V發微博爆料,董卿2015年在美國洛杉磯購買了750萬美金的豪宅,如今市場估值估計要上億人民幣。 另外,從媒體曬出的產權信息可以看出,豪宅權利人除了董卿外,還有他的老公麥春雷。 董卿的房子從2017年開始放到市場上出售,一度標價為925萬美元,之後標價又改為899萬美元。 4月27日,中國經營部《等心線》發表了一篇長文,內容聚焦董卿的老公、濫海控股、上海人手以及濫海醫療的實控人麥春雷。 近年來的步伐式發展,其神秘的資金來源被受關注。 就在數日前的4月21日,上海市靜安區一黃金地塊以60億人民幣被拍賣。 這也是上海市今年以來土地總價第二高的成交地塊。 這場拍賣背後的受養方正是濫海控股集團。 其實實際控股人是上海灘父母麥春雷。 據《等心線》報導,1978年12月,麥春雷出生在位於上海市崇明區的一個農民家庭,是家中獨子。 當地人說,麥春雷沒有上過大學,很年輕的時候就開始做生意。 最初是在崇明公安局交通隊跑運輸,後來註冊了上海崇明公路物資有限公司, 之後又對外投資了上海崇明公路工程養護有限公司。 麥春雷早期關聯的公司信息顯示,這些公司都是其夫婦或父母掌控的家族企業。 知情人士引述麥春雷的說法是做期貨賺了一筆,但卻未必是真。 隨上海中型成立,麥春雷的事業進入了快速發展期。 目前期控制的濫海控股旗下投資了保險、銀行、地產、醫療、汽車、煤礦等各類資產, 逐漸發展成現在的資本帝國。 等深線發現,頻繁增資是濫海控股的特徵之一。 工商信息顯示,濫海控股一共經歷了7次增資, 公司註冊資本由最初的5,000萬增加到65億。 2015年2月,濫海控股聯合中海集團、上海電器、上海城投等共同發起了設立上海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。 濫海控股持股比例為20%,為上海人壽單一最大股東。公司初始註冊資本為20億。 濫海控股拿下上海人壽這塊保險牌照,只是麥春雷在金融領域佈局的開始, 之後它又接連受讓了上海農商行、曲政市商業銀行的部分股權。 在控股保險和銀行之間,麥春雷都並未停下其資本佈局的腳步, 其繼續大手筆四處收購汽車、地產、醫療等資產。 2019年4月,潤東汽車發布公告,已向昆明現行出售四家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的全部股權, 出售價約為人民幣34億。昆明現行公司背後的實控人正是麥春雷。 此外,麥春雷還在內蒙古擁有抹礦資產。 除了在內地佈局的系列公司外,麥春雷也早在2004年就開始佈局香港,接連成立兩家公司。 2015年又在開曼群島註冊離岸公司、南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。 這些香港公司和離岸公司將會在麥春雷的佈局中扮演怎樣的角色呢? 報導稱將會持續追蹤。 2018年以上,日末大明星,八千元。 分架遠履位於八千元、四百五百年。 安定履位於八千元、八千元。 既然到了,替日以宮尊運、相關私底下故事。 並若見證明顯示有限公司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